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包大懒的孩子的衣食住行和学习 特长 辅导什么之类的 爸爸们天天打着工作应酬的招牌 有着大把时间无聊 还认为家里没有人关心 所以到外面去找温暖 别忘记了他是孩子的父亲 为孩子做点什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让他多陪孩子 总比陪别的女人好 第三点是女人要健康漂亮 才是吸引男人的基础 身体是本钱一定要爱惜好自己 用男人的话来讲 自己照顾好自己好了 你要是病了 我是不会管你的 刚听到这话的时候是很生气的 后面一想也是有理的 自己都不爱自己 人家怎么能爱你呢 第四点是 没有工作不打紧 自己要有经济来源 有没有正式工作倒是不在意 当然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是最最安全的 如果没有 也要学会做一些投资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说 对 有自己养活自己的一个能力 如何防止老公性出轨 还最应该做到 用你的柔情试水 温情诱惑 才能够真正的保证爱人不出轨 用女人的包容 信任 关心 放心 爱护的一个态度 对待自己的爱人 这才是男人不出轨的最基本的条件 对于男人出轨这样的现象 女性朋友们一定要谨慎起来 其实这个事 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学会改变自己 有可能男人天天看见自己都是一个样子的 没有什么一个新的变化 就这相当于容易出轨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多爱自己一些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